亞洲被女子棒球競標賽 我們的中華隊實力堅強 一路過關戰將 進入最後冠軍決戰 要跟強敵日本爭奪亞洲第一頭銜 但日前在副賽首戰交手時 中華隊以1比12踢前被扣動 這一戰能不能復仇呢 不料二局下半 日本兩人出局滿累情況 出口彩箱 事實來即中華也方向飛球 越過二雷手上空 落地行船打 不只得分大門上的跑者 輕鬆回來得分 就連原本在二雷上的跑者 也是一路開綠燈 順利回到本壘 出口彩箱這一機安打 幫助日本2比0 先取得點 這次也讓瓜帥先發的賴槽七 亂了真腳 三四兩局皆許掉分 今天主頭三局就被超出十隻安打 完全壓不住日本的兇猛火力 總計失掉六分當中 有五分是自責分 而且在先發投手亂流的情況下 我們打線也沒能送上火力支援 前五局打完 總計只有三隻安打的發揮 另外還吞了4K 陷入0比6的大幅落後 不過大家也不要氣餒 因為到了六局上半 帳況出現轉機 中華隊趁日本不易 推進到二三雷友人 李時雲適時敲出一雷方向 插摸逼的關地球 雖然日本糟練出來抗議 這球出界不算 但裁判經過討論以後 決定維持原判 認定栓打 也因此中華隊順利打破壓彈 而此還一口氣跑回兩分 撐著這部氣勢 賽棒的陳小梅 這一擊內野的關地球 雖然力道不強被刺殺出局 但三壘這一分 還是如願回來得分 中華隊單局一口氣 縮小到3比6落後 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的攻勢依舊到這裡為止 封關日本後續持續有分數進場 全場被敲出十二斬打 中場中華隊就以3比8突然敗仗 儘管無緣亞洲第一封號 但亞軍的成績依舊值得肯定 也確定取得世界杯資格 玩具台綜合報導